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九号杨俊宁和十一号徐云丽 这球救过去了 好球 探头 再打 落点不好 水晶宁这个球后盘没有防御了 这次比赛我发现狼岛对足球也有一点点关心 我觉得惠勒奇现在就像巴萨的梅西一样 一个赛季下来 38轮比赛场场都打 别人都换就他不换 对 掉球没有过去 对方给拦回来了 像这种体能下架 惠勒奇应该想一点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不一定打这么重 可以拍拍点 再打难心一点 要把自己调整过来 另外一个二传也要帮他调整 不要总是困难球给他 对 给他一些比较好一点 舒服一点的球 对方说 你敢说扣除了界外 你正说着不要困难球给他 光光连给两个 没劲了 应该其实可以冒险一下 给张蕊这边调一两个去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还会反对 其实是体现集体军动项目的魅力 就是说我怎么通过 当有一个人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怎么通过整体的力量 来帮助他渡过去 是这样的 包括二传扬 始终保持你这个几个攻守 都在撞 都活着 我们所谓说 都让他们活着 别把哪个点打死了 中国队现在主要比较被动的是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快过 如果你跟泰国队 我们始终打这种高级 其实不占优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 把自己保证环节要提高上来 这样你会打他 就会轻松 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你 虽然你是前排的 比如说你在接一船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 我定格把自己牺牲了 我要全力不把这一船垫好 给其他队友创造更好的机会 如果你垫球的时候 总是想着要去进攻 然后你垫不好 最后还是打高球 对 其实你给自己也增加了困扰 给整个一个全队一个战手 包括对对方的篮方 他老来你高球 他心情很定 你要是老打这种 被快被飞 他也很难受 这球到位了 一船到位之后 打了一个进击快球 但是其实我觉得像一船啊 还有其他这种保障环球 其实很消耗精力 就在场上注意力要非常集中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队员会觉得 我就一个球都不能失误 我必须各个球到位 这个他也很累 我稍微不到位 强攻就不下球 他也很累 像有的时候 巴西队他采取那种方式 比如说你是美国队的主要的主播 然后呢 你一船也很好 但是他不管他所有就发给你一个人 他让你累死 你总有累的时候 精力不集中的时候 他就是从精神上来 他要想办法让你 把这个核心要给消耗 要给抽掉 起码让你这个进攻能力 要减少到50%以下 直接推后排 但是泰国队有准备 还是由二号位给小哥儿来打 跟到二号位 张磊强攻 好球 其实这种球我可以多打 就是用张磊来抢攻 分担小慧的这个负担 这样的话 小慧他的体能也得到缓解 好球 变成泰国的战术 这种战术其实还是比较集中 你往往是面对 所以如果对方注意你的话 他往中间一加 你实际上还是面对两个人来往 尤其对高队 高个的这种来往 你不能打太集中 因为他一伸手 像俄罗斯那一伸手 你打什么时间差 他不跟你跳 他两米的人 他都不用跳 这位现在追到5比6 泰国队在上一局把维拉兰换下之后 一直是12号 财斯里在场上在打接应这个位置 只有1米68打攻守 这打得很漂亮 几个就扣得非常好 这球已经防备惠罗斯 防备这位邱月了 已经好几个 这球惠罗斯今天很不好打 他高13号分啊 但是他不给他手 所以小慧看不到手 他还往下的 这时候他就 还能给你拦回去 日本队也是非常擅长这么 1米59的二船 竹下也照样拦你 谁也能拦你 人家偶尔也能拦手 因为我们习惯看手打 突然没有手了 不知道怎么打了 所以在场上有时候 高个儿高个儿打法 矮个儿矮个儿打法 其实意大利有些攻守 意大利有些攻守也挺矮的 他们打攻守打接应的人 也不是说人人都托古车那样的打高个儿 其实现在国际排台上 其实特别好的主攻前面的 不是说特别高的 因为他还要参与很多像防守啊 遗传的这些任务 如果有时候太高 他不一定那么灵活 灵活性肯定要 不能说1米9以上才能去打主攻 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主攻手 其实并不是这样 去年意大利波赛地也挺矮的 也就1米81 反正不太高 80左右吧 像那个包括泰国那个1米68 现在哪有1米68打攻守 肯定像我们 因为到我们联赛当中都不会用 咱们根本就 根本就不会让你进度 可能去打自由人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羽毛球队 有前一段有一个 前些年有一个经验 其实排球队也应该 统一一下这思想 就是原来羽毛球队也有一段 就是女单的运动员 全是找那个 谢兴芳张宁那样的大高个儿 全都1米8往上 就是龚正超那样 哪个儿没有了 这后来羽毛球队就总结了一下 我们不能全都是高个儿 而且他矮 他有他 你看他多灵活呀 看他打球 他还不费劲 打你一个调影一个 弄得你特别难受 但是他也效果好 他也得分 他破你节奏 现在泰国队打得还是比较兴起 搬回一局之后 现在势头比较旺盛 我看需要中文在顶路的时候 这需要做这顶路的时候 跟崔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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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 你帮我们的主攻者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说你非要打得很重才叫得分 有时候也可以搓啊 有时候也可以拍啊 就是破他的防守的节奏 现在会用这个强劲 对 打球 其实我们有时候看泰国队这种高球死定打的时候他也被拿了 他就下手快也要挫一下我们反而后面还有风的 有时候这个就是要耐心在处理球那一下的时候就耐心 一失去耐心就愿意就喜欢去找发力的打法 而且你跟他打开很火 你是不是不火你觉得他那么矮还打了你没有办法 老想打解恨 打打自己就不耐心了就没有了 所以包括打泰国日本包括韩国都要耐心就能打 但是战术上还是得重视对手 还是不能觉得对方反正比我矮十几公分我就可以随便打你 带国队也出现失误调整球 其实这种调整球有时候觉得就当对方篮网把你的视线拳都对攻击 对手来说视线拳遮住的时候你去打平打去掌握这个弱点 这个是靠训练的感觉 一般的就是靠感觉 一般的攻球在这个位置 你对角线有多长 你大概发的你的高度和你的角度是多少 应该有这种感觉 像刚刚我看了泰国队防处吉林压直线压得很深 这个时候你稍微瞄他一下 往后拍就行 不用 就直接调他来往前后面 他是往后撤的比较 他是压得很深 对压到下边去了 没有人跟这个标签 你可以调他俩他一上的你再打 好 还有的这个反击也是很熟练 一旦有无根过往的球 他们上好球之后反攻的速度就出来了 一旦质量一直不好 一旦四次了 刚才张磊也像这个球,他也想变,他也加入调球,调太长了。 对,调节球,老人老,不是人人都像您那样的水平,不是直哪打哪的。 我觉得他还是要稍微冷静一点。 你觉得,哎呦,我扣了这么多好球,马上我也挺累的,一看那比分还落后, 你心里会很烦,你要说现在心态很重要,中国队如果是这种情况打美国队,他可能心情就很定,他觉得很正常。 他打太过队,他就觉得心里老不平衡。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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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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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失误 想给楚吉林一个后宫 没有传好 看他这反击打中16比13 双方到了第二次接受大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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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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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比较近老的一个强攻被中国队刷上篮网都给封死了 这个篮网得分 中国队追成16平 太阔队马上叫一个赞品 这几分我们打得很有气势 晃在气势上要先压倒他 双方气势比赛 又一个 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断地出现 就说明队员他根本就没有建立起这种意识 童谣要提醒 另外一个就是离他最近的后排队员要提醒 要强调 这种事情要强调 这场面对一对一 打了个小切线 这也是下手比较慢了 因为体能不够 其实应该用这种技术来弥补体力上的不足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水准 自己开心 队友们在 группlicами 就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水凯 所以也这么过它就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水几 很多人在气势里面 者行程 董志宾 主持人的透球力量不是够大的 对方给电飞了 在这个电场比赛中国在这一局从落后到超 我感觉中国女孩确实在主场作战 就什么球都不能输 有一些压力 但是这一局的压力更大一点 这已经很关键了 因为你2比1领先你心情是不一样的 对中国女孩的要求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你得给我拼 就不管这场球有多大的价值 都得当奥运会决赛一样拼会 奥运会之前其实这个细心也是很重要 对 对 周围优优独播 打走 持久平 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值不值的问题 这个球就赢了泰国队,我觉得对奥运会的直接的帮助没有那么大,当然输了之后就肯定是有影响了,但是这种影响是不是有想象的那么大,我觉得也不见多。 我觉得我们的着重点还是应该在提高自己,你说你赢了多少,输了多少,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球我打得怎么样? 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在比赛当中我的波动特别小,或者在这些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些暂停的时候,我们发球的这种控制能力都有提高,我觉得关键是一个提高。 对,不管输赢,输赢就这种比赛,应该是注重过程,而是相对的忽视一些结果。 但每一场比赛都要有所提高才行,因为大陆奥运会我们分组非常强,你第一组上来就得,第一场你上来就得进入状态。 对。 打手,这是个打手出键。 今天主精灵打就比较聪明,他所有的强盘球基本全是扣在底线,非常长,而且对方不好防。 。 双方还是在胶着当中,胶体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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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一拳也是到位 在这边反击中的洋球拦回去 这场关键的一分 还是拉开到四号位 这个球奥多马非常敢打 这个其实21平以后 这种锻炼价值是最大的 就是怎么控制自己节奏 二纯的分配 就那几份球 其实有的时候打强队 大家胜负之间就在几本球当中 对中共队来说比较好办的就是 只要我一串到位 打出背飞背快了 对方还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球扣得很漂亮 但你一看到比分他就没拉开 好球 这个这场比赛里边 楚金凌已经有好几个球都是压这个直线 都压得非常狠 这个球挺惊险的 他那算长期被发球了 八球直接得了一分 没能保持 其实像这种球 发过去就有自己威胁 就像这种节奏我们刚才谈到 像这种节奏到关键的时候 一定不能给对方这个喘息 因为他已经失误了 他心里面已经有一点 有一点犹豫了 老子马跳发 看个对方就绑起来 无功过往 还是可以组织快攻 群立快球 只有这种球保障好了 我们网上的这种高度的优势才能发挥去 是群立这个高度 24比23中的局点 三号位打个半高球 三号位打个半高球 真敢打 三号位而且他对的是群立 对 他手上有功夫啊 他就知道你手摆起来 完全就是我的靶子 对 看你打 所以他真是有技术 看他位 四号位拉开 好球 中文队第二个局点 球发得不错 但是泰国队也到位 一个轻打打点 四号位马里卡 看起来就有轻磕 他要是发力的话 正好是打到处境领手上 半导位 强攻 泰国队防起来 十五 泰国队靠球没有过 四次击球 中文队第三个局点 二十六比二十五 关键比分发球出现失误 这是一种心情 其实发球是唯一一项技术 没有人干扰你 你自己怎么样把这个球抛 好吧 动得做仔细了 二十六平泰国队 玛丽卡 又一次绑起来 这球来往没有并齐了 东川过呢 还有机会 泰国队反过来获得一个局点 二十七比二十六 球发的质量还是不错 好 潮水阻哥过去 倒门 周围 尊敬主阻挡 跳舞团的后锅连续保护 有机会 储精灵 好球 他的队追不上 他的队对储精灵不太熟悉 所以对他的这个下球的分量 可能是不太适应 而且他体力也比较充沛 机会来了 半高球 机会 28平 双方这个20平之后 一直好像从11二分 就一直平上来 这球发的好 这球确实落点也发的不错 这最练心紧的 就打这个几分之后 最练心紧的时候 平时训练 我达不到这个效果 怎么也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 好球啊 坚持着啊 徐云立飞快 这个球啊 徐云立跑得非常孤单 就都快到标准端了 他还在走 二十九比二十九 他这个主攻也是够可以的 在前排都是几次强攻 像他那种技术我们还真应该学习学习 这么点想着他技巧非常好 像我们大阁要学来 那就厉害了 那就厉害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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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金龙也是在四号位拐一个直线 推成三十比三十 好 东马在前排四号位打到二号位 连续打几个关键分 看我再放一个个高一点的篮网 加强一下稍微的多少最高一下篮网的高度 下两个二号位跑中进攻 已经31平了 两个 贵手棋和徐云丽各一个 然后又是送给对方一个局点 这种球其实就是看顶到最后谁心里先崩溃 有机会 哎呦 这球没有变好 只能无辜过晚 相当大后排起球 但是给对方看头 两次都有绑起的机会 但是都没有绑好 起球质量不高 那这个时候精神特别紧张 所以其实挺容易的球 两人出现强的情况 就是不够冷静 所以说这几分其实段联加率最大 凯思琳一比六八的选手 好球 张磊奔力把这球救起来 两人看过队的机会 看过队的局点机会 两平也会一平拉开 把球打中 但是泰国队是34比32 赢下了这惊险的一局 34比32赢了两分 泰国队现在是2比1领先 第三局比赛结束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看2012年世界女排大脚赛总绝赛的比赛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转播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泰国队的 这球防防备够多的一个运气 台网之后落胎接念 看到我们的体力下降 我们很多机会球啊 组织的都质量不高 其实这个排球很难说的 你像我们在0次年奥运会 看到很多球都是 有一个队2比0线 最后2比30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质啊 我们中国队也要提高 就是1比2的货也没关系 我们再来 这个体育比赛是逆风球总是非常难打 所以逆风球也挺快水冰 还有一个就是球队的应变能够 我们打的第一次 就应该对泰国都已经非常了解了 就是双方都互相适应自己的节奏 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 看谁适应的快 或者谁变的快 然后来在其中来获得这个机会 但这个变呢 也得是你具备很综合的能力 如果你只会那两招 你就没有变的空间 那作为篮房上面 你是可以调整 比如说他老是打你左手出阶 那你就要 你要不然躲 要不然你就强化 其实他不光从排球项目 他比较复杂 不光从进攻一个方面 他是一个得分的手段 其实他还有很多的手段 对他来保证这个进攻 所以其实真正我觉得这个项目要想你要想提高自己的水平 关键还是建立一个就是通过比赛我胜利不是我的唯一固定 这还是您前面提到提到那个 如果总是去抠每个细节 不是我赢了我就特别高兴 然后今天赢了就开心 输了就很沮丧 而是在无论是赢球还是输球当中 都能去总结一个又一个的细节 就很多细节积累起来 就这个球队的水平就提高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现在微修业开始运用一些跑动的进攻 这样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张磊进攻特别少 我现在就是复工来演过了 张磊打一些揪叉去 这个反击打得还是很果断 杨俊晶在出现机会的时候跑动很积极 而且这个球上的质量也高 其实前面我们看有很多球 我们上的质量不够好 对 球打叼着干 看过就凑球失误 暂停之后双方回来继续比赛 还是张磊发球 打双方回来继续比赛 看过就靠球输 看过就靠球输 这球处理的聪明 这应该是余光跑到了中国队的空档 我们现在的运动员 包括这个场上 除了教练展前 阻置一些运动员 我觉得运动员之间要沟通 他们就是你是要加油 不能少说加油加油加油 就是大家互相要沟通 比如说小慧 现在对方发音多 你接这一块我来帮你 保另外一块 就是这种场上的互相的协调 我们说的不多 勾通的不多 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还是像前面那个 发生失误一样 现在的很多队员 他不一定有这个意识 他只会说加油 他想不出来 他应该怎样去跟你沟通 他不知道跟你沟通什么 这就是平时要养成一种习惯 8比7 中共在领先 1分 到了第一次技术暂停 第一次技术暂停 我觉得我们对现在比赛 就是在一局当中的气候比较大 这个这个挺要命的 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把握这个局势 第一首先你要减少波动 减少自身的波动 这一点要不然你就位置数了 你本来领先4分5分 对方稍微一追 你马上就慌了 或者稍微在哪一个环节上给你一点压力 然后你一下突突突突就卡 就是5-6分 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你希望在下方的几张比赛当中 中国队在这方面能做得好一点 但是现在吧就是属于这个波动呢 也有很多其他的教练员也看出来了 就是觉得现在中国队起伏太大 但是这个解决的话呢 怎么去在场上 现在又都是年轻队员 没有核心 就必须得有核心啊 就有人要站出来 不是说这核心我让你当街道 但是就有人要站出来 比如说二传或者是像 比如小慧现在在场上 机会时间比较多 他怎么能够承担一些 然后魏秋月就是核心 组织核心 他多提醒啊 在这些方面我就一定要有核心 要不然好大家都好 王毅遇到困难 谁都不行 就不知道指望谁了 对对方的调整强攻四毫也强攻的球 还是一定要抓好核心 但是这儿对方好不容易出现一个强攻 你也拦不着 来两个球你就这个心情就大受影响 我们以前要求运动 因为强攻一般是在整个比赛当中 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就是说在对方不到位的时候 我怎么想办法要抓这个机会 你如果像你当时这个机会都抓不到 你就没有优势 没问题 BLE interpreter會上 карт球表演 аться一場 答對 照拳表演 超長的角度 開始 表演 三方继续比赛 他们的一团还是一般 这是一个空网球 整个人一脑后摘瓜 现在我们的中扣对方防得非常舒服 因为他现在全部把底线压死 这个时候我觉得教练要提醒他 因为他们自己扣就看不到 现在可以吊一吊 或者搓一搓 改变一下他这个防守的阵势 这样他会乱 至少让他即使站在底下 他的注意力也得放在前头一起 对他也惦记你他怕你掉下来 对 还有像以前像他们这种打手 我们个儿高嘛 他打一点手 没办法 比如说我们就告诉他慢一点 你别手别伸那么高 低一点 他超不了 你低一点还是拦着他 对 你伸得很高啊 他蹭一点 所以你很难防这种球 可是他这种也是 来回也是一种跳的事 来回也是一种跳的事 今天泰国队道是练出年轻队员来了 12号柴思李从头上打到我 从第二局开始打到现在 一旦 门 quem 3号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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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随起来 现在上场,10号没来万,接下12号全四 像这种球,我们就整个区域没有封住 没并上 我们的曲位都是不对的 所以就说明你在这个迷赞大门要看球,要判断 你能不能总是123在一个位置下 好球 加油 有 打 reached 还有拼不压力的球 下场其实还有拼劲和球员 第2次的技術暂停 16比12 通过在0400分 第2次的技術暂停 第2次的技術暂停 结束 第2次的技術暂停之后 双方继续比赛 快点 够了 过往几球了 那条裁判 看看中国人过往几球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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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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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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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